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老公那儿没好日子过 你心地又正 因为又停大了肚子的时候 还有来录影 对于文涛对多了就会像 那气质 我一听到baby哭的声音就像文涛 请问一下哭的声音像文涛要怎么像呢 就是非常灵活 也非常刻薄 你放心 我相信经过我们几个人的共同互动 他即便是长得像我 但将来说话可能会像你 运动起来可能像他爸 他也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是据说他生产的时候 他老公跟你在跑步 对对对 解人在又停这个生产期间 是吧 我们那个是错开时间 小孩子一个礼拜前就睡 我都流汗了 还能够乱吗 关注你们该干净干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又停保持距离 我现在推出新的女神 韦杰 咱们隆重欢迎 东京 载玉归来 我是28号跑完 然后今天就来上节目 表都还没好 马拉松 就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喜欢东京马拉松 就说是办的特别好 对他是六大马拉松之一 不是你是怎么个姻缘 你干嘛突然专门飞到东京啊 他去跑马拉松 不就跪节目吗 就某一年跨年的时候 要求我们要讲跨年的心 因为我跟 就几年啊 去年 去年 前年啦 前年跨去年 然后我就说我要跑个10K的马拉松 结果到了去年的时候 就有观众跪节目的太红 观众就说 所以你到底哪一天跑马拉松 然后那时候差不多我想说 那来报一个好了 然后我就我就去报东马 那东马的中签率大概不到10% 我当时抱持了说 有报不会中 就报中了 东马只有分10K跟全马42K 但10K是给就是残障人士 还不能报 10公里 对就10公里还有42公里 然后10K我又不能报 因为我个人没有办法提出任何残障 除了智商之外 没有办法提出任何证明 所以就是硬着头皮真的就上了 然后上了之后就从8月份开始练跑 其实我一直都断断去有在跑 但8月份开始就比较系统性的连跑 哎呦真的是 所以你没有跑10K 我跑全马42K 所以咱们强强的嘉宾 我说真的是最有诚信的人 对吧 北京有一个说了裸奔 就真的 这个发誓说要跑 我记得你的新年愿望有一年 我们三个许愿嘛 对吧 你是说我要跑 还真的跑到一个马拉松 那你干嘛不在香港跑了 因为没抽中 其实是因为没抽中 因为他们这些比较热门的跑步 都要就是要抽签嘛 我真的是抱持着抽了不会中 我还可以跟观众说 我抽了但没中 但就是买乐透都没有 那那那 但是咱们展示一下 而且我一定要说 就是我证明我有跑完 就是我有拿到金牌 这要跑完才可以拿到 这是给最后也没有发的吗 不要这样 你知道总长只有七个小时 我跑了五个多小时 你看还有我的参赛券 就是要贴在胸前的那种 所以都要保持起来 贴在胸前 真的因为跑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都要帮你计算 还要帮你拍照 不是 我问你 你是这个就是一直42公里 是一个匀速跑呢 还是后半段就是走下来的呢 其实应该这么算 就是说我平常都有在跑 所以我自己练跑的时候 我最常可以跑到21公里 就是半马的程度 所以半马之前 我都还是可以很均匀的跑 但过了21公里 其实是已经过了 我自己试过的极限 开始你速度就会乱 然后最后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跑跑走走 跑跑走走 然后到30公里的时候 你觉得你已经要爆炸了 你就有一种 快点回收车来带我回家吧 这种感觉 因为东马是有实现的 就说你 因为他整个东京的市区都会 不能跟我说 你跑10个小时 对不可以 就是说他会算 比如说你一公里 大概只能跑9分钟 所以你如果在9分钟之内 没有跑完 他回收车就把你载走 所以我当时就前面 就抱持了一种 天哪 我不要再回收车载走 这样子 真的 然后都不敢上厕所 什么什么之类 然后就在前面一直表索 然后后面才开始慢慢 真的是一个非常 我以为我到终点的时候 会就痛哭流涕 就我笑的嘴巴 然后裂到耳朵之类的这样 到了终点之后 觉得肺要爆炸了 还是要虚脱了吗 其实真的不会 因为其实你到最后的时候 慢跑不是那种 会让大家就是 很喘的一个运动 它真的是需要训练你的心肺 像我跑完 我也是可以正常给你讲话 但你就是体力上的一个 累 但是会不会 跑完了 当时就就瘦了 要晒干了吧 因为其实是脱水 瘦也有可能 晒一天到黑 然后就那个色号 就整个变瘦这样子 你的成绩是多少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三十七分钟 我原本预估是五个小时三十分钟 排行第几吗 我不知道 还没有出来 因为官方的那个还没记到 我们刚刚那个是拍照方的 就是说他们会帮你 他们就现在很先进 就是你先去登记 然后他就会再帮你在Facebook上 因为他们赛道 比如说十公里地下 都会有个计时板 绑在脚上 然后你过他就会sensor 排行 你就天文数字了 这样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排到个一二一一两万名吧 我为什么说东京马拉松 现在就是越来越大家越喜欢了 就是说这个日本人搞点什么事情 你还真是 首先这个沿途的那种 说是什么义工 一路跟着你捡垃圾 所以他那个绝对没一路上干干净净的 而且这种厕所的设置 而且你说日本人能到什么地方 就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弄一马拉松 就是起点 终点 中途 弄急救车 救护车 停几下车 停在那 他们不但是有这个 说说美工里啊 还有一些骑着自行车的 受过训练的 背着急救包的那个急救员 所以说东京马拉松 据说是办了这么多计 我忘了多少 说没有 十一计 没有死过一个人 而且成功抢救了是多少个 就是心脏骤停 就因为他第一时间就把你抢救过来 而且听说这两年还加了AI机器人 有些你看不出来 你以为是帅哥一样 真的吗 原来是机器人 那一定是我在后面 我没有看到 没有他们侦测住 其实他们眼睛嘛 完全好像CCTV 好像那个监控器 看着 可是你刚说跑 那很勇敢 因为平常跑10K 后来你突然跑拳 后面我听他们说 一定要有一些秘诀的 才能支持下去 我有个朋友跑 秘诀香港男人 中年男人 在香港跑家 他说跑到一半 后来就要抑制你 可是去东京 他有去 我说讲什么 他说讲 很舒服 你没看AP吗 他没看AP学语文 我们从小看AP学语文 学几句嘛 一开始一定是那句 什么 好想听哦 马老师大声一点 告诉我们是什么 我去学是什么 山马辣 刚开始第一句嘛 一定是说山马辣 一般我就是看个开始 就结束了 那我身体比较好 通常都是山马辣开始 所以你也山马辣了 运动让人分泌 多巴胺 但是呢 我就是说 你参加这个 沿途的这个建文 咱们可以通过照片 来看一下 这是开跑的时候 就是准备要开跑 你知道这个时候 还看起来是一个 神清气爽 还是一个白 还是一个比较白系列 然后妆啊 头发都还美美的 然后 还化妆 你发现女孩子 真是爱美 防晒 一定要一下防晒 再来 再看 这个 这个呢 是我是J马 我的开头是J马 他们有编号 就是说你是比较有经验 他们排在前面 像我是粗马 第一次跑马 他就比较后面 所以是J入口 你看他沿路都会有人帮你指引 就是你也不会跑 因为三万多人同时 在一个场地要跑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 前面的 这个我那个 I have a pair 那个 就办那个 Peko奖 其实因为呢 在东京就非常非常多的Cosplay 然后这个是跟我同一区 也是J区开跑的 然后他从一开始 就一直在那边跳舞 然后后来就脚有点美丽 我后来就再也没有遇到他了 倒在了路上 可能已经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 比如说扮成美少女战士 然后你就很想打他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老阿伯 大家远看 你近看就是一个阿伯 阿伯你想吓谁 好像有笨蛋 扮成了铁架 还有吗 很多 还有半穿 他们把照片 这是剩最后两公里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说 剩最后两公里的时候 是你肾上腺素最 就是因为你已经累爆了 然后到那 他们都说 最后两公里是 你会突然开始冲刺 你知道说 终点就在前方 然后这是跑完 你看已经头发 额头都已经发黑了 因为真的已经 晒到整个人都已经 所以全程 全程是穿着那个外套吗 没有吧 中间有什么 又想起日本什么天 中间外套是有脱掉 因为其实东京 我们那天早上跑 大概才五度到八度 其实非常冷的 但是跑到中间的时候 大概过一下 你开始跑你就会热 然后又有太阳的时候 你就会脱掉 可是一过十二点 然后马上又会冷 然后你快要大概 剩十公里的时候 其实外套就穿起来 其实是会冷的 所以你看 现在这个运动 是一个主题 我就从东京马拉松 我就想起 你看这个生活方式 过去我们以为 就是说中国人懒 其实很多时候 也没有条件 你像在北京 空气 你说跑 我们有个编导的老公 就是也是爱这个长跑 爱什么 好想吃 不是 在北京雾霾 最严重的一天 你知道吧 车围着四环 跑一圈 后来费都坏了吧 回来费都坏了 跑了一天 病了一个星期 所以我就说 但是你看 我们像在欧洲 在什么 很多地方都见到 满街都是跑步的 还有一个就是自行车 对 所以我今天 从你这个经验 我就想到最近 有一个话题 这个国家交通部长 出来都讲 因为这个犯了点什么事 就是说 咱们绿色 还有解决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 这个交通问题 说是城市慢行交通 就是单车 自行车 现在有一种东西 还拿到融资 就是说 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比如说你放一个单车 好像扫码 扫什么二维码 下个什么APP 一扫码 啪 就开了 你就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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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起 结果呢 发生了一些什么现象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 一些照片 你看 结果呢 就是 这种 发现有的就被放在 不是 对 就放在了树上 我以为停车层不够用 改装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 座位上扎针 放个针 我天 这针正是对着会阴的部位 太阴了 这个 这给你卸了个轮子 卸了个前轮 所以说 有些人说中国人是一个顽童的民族 你知道吗 他就是 你再往下看 就是在成都一个农家乐对面 十几辆 这个单车 公用的这个单车 最后被发现 那天还以为着火了 有人爆火警 结果发现是 这些单车被烧的扭曲变形 咱们先去个广告 枪枪塞人形广告之后见 就是最近这个新闻会上 就说这个后来这个记者 就跟这个交通部 李部长 就是说 说有人说这个共享单车 这个事 它是叫公共素质的照妖镜 公共管理的显微镜 说李部长你怎么看 李部长就是说 这个他觉得这是个好事 就是共享单车 这是个解决叫什么 慢行交通的一个好事 但是呢 我们这个市民素质 大部分整体还是好的 但是有点参差不及 这种事又坚持下去 现在很怕说 一发生这种 没有预期的不好的情况 就说算了算了 停了 那政策停了 坚持下去 这学习 要给市民 你知道就是说 他们就是要解决什么叫 最后一公里的交通问题 比如说你坐地铁出来了 临到你的公司 而且这个就说 其实共享单车 我倒是一下子想到另一个概念 他们就是研究未来学的 就讲 比如说 如果你愿意把你 就是未来我们会面临一个挑战 就你愿不愿意把所有的隐私 交给这个中央数据系统 这个所谓数据 数据主义 如果你愿意 那么这个交通问题 实际上你连自己有车都不需要 就是说 现在也有共享汽车 对 他对你 比你自己还了解 然后全部在一个中心的交通网络 也许一个城市 要不了那么多万辆车 也许一个城市只要5000辆汽车 或者1万辆汽车 标准化的 你今天早上 但是他会调配 你今天早上送伟杰上班 然后伟杰上班的时候 他不会停在公司停车场了 他啪下一个 又接力 都是自动驾驶 所以 当然这是题外话 我就是说 他这个共享单车呢 也跟互联网有关 他现在推出的这个 就比如说 其实现在真做成了的 还行的 据说也就一两家 拿到了融资 几亿美金呢 就是也是看好啊 这个投资 但是另一家呢 有点弄不下去 我一看那个挺逗 他就是说啊 他这个共享单车 就是人家扫二维码 然后呢 就开锁 实名注册开锁 30分钟之内是免费的 然后30分钟以外呢 就是每半小时收五毛钱 结果呢 这公司发现弄不下去了 因为他发现很多人呢 就是一开了锁 马上还车 马上还车 不就是半小时以内是免费吗 那一开了锁 就还车 实际上他骑一天 他就是技术漏洞 对 技术漏洞 而且还有就是市民的那个啦 而且我跟 对 我跟你讲 在这个说 这这这这哥们挺倒霉的 2016年12月 拿到了第一轮融资啊 开启了梦想之旅 然后呢 他们跟2017年 就今年元旦 跟自行车厂家签订了5000辆 自行车的生产合同 呃 1月25号是第一批500辆单车 投放 莆田啊 然后呢 好景不长 一周后 投放的667辆单车 只剩下157辆 丢时率高达76.5% 有人搬自己楼道里锁起来 不过这个 他这个新闻后来也有人就说 他其实是有点问题 就说他们其实去找的人很少 比如说他们 他们就说单车丢出去 不是要派人去找 他们可能派的人太少 因为后来这新闻出来 单车的回复率就很高 就说 没有我们都在这里都找得到 所以我觉得也很难去衡量说 到底是他们有认真 没有认真找 还说市民发现了新闻 把这个单车交出去 但是就有点可惜 就新的这种共享 就不只是共享单车 去年也包括共享汽车的概念 也是最后一路 就是我停在某一个大厦的停车场 你用里程来计份 然后开始也是可以解决出行的问题 对 但是现在真的就是 你说的这个 我现在也是发现 这个嘉辉 你那么关心个人隐私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 新世纪的一个门口 就是我们每个人 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昨天吓着我了 我就发现了 这个Siri 就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知道现在这个Siri 开发比以前的不一样 我昨天晚上 我新买个电脑 闲着没事干 我跟那个Siri 聊天是吧 谈恋爱 对 然后我说他说了个什么 我说你能帮我做什么 然后他那个回答 我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就是人性的感觉 对 有点人性的感觉 然后我说那个什么 能不能改个名字 他说为什么要改名字 然后我就看他跳出一个窗口 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这个Siri 如果能够更好的服务给你 那意思就是说 你能不能允许这个苹果 开发商可以看你的一些东西 哎呦 我就觉得 当然他会有保密协议或者什么的 但是当然就是他学 他在学习你 你明白吗 你可以假想到未来 实际已经不是未来了 就现在出现 已经出现很多大数据 非常可怕 我昨天我有一个朋友 在北京打车 最后跟我说 就吓着我了 他在三里屯打车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司机 在现在不都是用这个软件吗 这个司机就问他 说你是不是在三里屯上班 他说没有啊 我就是随便到这逛 你怎么知道我在上班 他说我看到你总是从这里叫车 总是这个大数据啊 就真的是到那个 就是全民你愿意不愿意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隐私让渡 最后啊 这个城市的管理 可以变得特别有效率 可是你愿意不愿意 有个前提吗 那个技术能不能足够的保护力 对 比方说那数据 我能不能要把它取消的时候取消 我说他有更高的保密技术 因为很难问你愿意不愿意吗 我问你愿不愿意 给我一万块 假如我能够让你信任 我说我上个礼拜还你五万 你就愿意吗 对吧 那前面又有一些前提 可是自己操作起来当然要小心 你刚说那个什么开车师傅 问人家的事情 我前两个礼拜 我们通常文青家庭文艺家庭 一家三口坐在电视前面吃饭 看电视 有时候去干什么 用手机上YouTube 上一些视频网站 找自己想看 然后就跟家人分享 把它按一个键 就可以飞到大屏幕里面 对吧有个东西很简单 那我那天我跟我女儿轮流非常民主的 我要看这个 我到我的YouTube 飞了一段台湾综艺节目 飞郁青龙兄虎弟看完 然后轮到他 飞一个美国的什么短剧 看你要到我 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 弄到后来了 原来我一飞出去 变成我的视频的 那个屏幕的东西 飞去我女儿的手机上面 我女儿一看 我也不知道 我女儿一看 有看到不该看的吗 你平常是看起来 我说什么 我吓一跳 系统错误 百时莫变 幸好我的行当是搞研究的 我们最好的借口是什么 对那研究用 研究需要 而且你记得文涛叔叔吗 我要读书给我的 文涛叔叔通过这个学日语 是吗 Kimochi Kimochi 将这样三年型广告之后见 这玩意儿 你知道过去说有的家长 偷看子女日记 才知道子女什么恋爱 这些隐私 现在我发现 现在这个技术 除非那些理工男 我发现咱们普通 都不是特别会用 我已经听好几个小孩说 什么这个Apple ID 这个东西搞搞搞搞 最后他所有的照片 都给他妈看见 因为你没有分除 比如说我在这个手机登录之后 然后我又其他手机 但是这个手机 你没有把它洗清掉什么事 我只要再登录进去 我只要记得你的密码 就可以看到了所有东西了 应该要很小心 像我以前反正出过很多事 反正我们的协议 好想知道 财务问题 什么我们家里共用电脑 我一离开了 轮到离开家 轮到我老婆用 就不小心看到 他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比方说我电邮骂他等等 然后所以要小心了 现在小心到一个地步 第一个 每人一台电脑 现在我家弄得好像一个网吧一样 一开门进去一台一台电脑 第二个我用的电脑还是不放心 虽然加了密码 它还是有办法解密 我只好很麻烦 每次一出门就把电脑后面的电线拔掉 随身带着出门走 那他电脑根本没有电线来插进去 然后还把USB的WiFi的滑鼠的那个键接收器什么的 几乎能走的都带走 你跟我一样 你跟我一样 我离开家 我就把那个WiFi断开 为什么 就是一种恐惧感 因为我现在知道 只要你连着 其实也没多大用 我在香港他还介绍我一个电脑工程师 帮我弄这个电脑 我最后跟他讲 后来他就跟我讲 他说其实如果是不管概率多高 你只要连着网 你的电脑都有被侵入的可能 一旦侵入 包括你在电脑上的动作 你按键盘 你的密码都能够记录你的动作 所以说实际上理论上讲没有不能破解的 后来我说 那我干脆我就是说专门买一个电脑 不连网 就用来处理那个Yamada 那个也不需要连网 但是你老不升级 也不行 这样玩意真是人到现在变成被他所控 所以现在对理工男都要好一点 你知道吗 现在对理工男都要保持一种尊敬的心态 不然的话他会的你都不会 你真的太没有隐私了 我跟你说 会水或者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像我们这个就干脆拔了线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拔线 这是一个 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安全感 因为我弄密码 他 我老婆本领越来越大 我不晓得他哪里学来 可能他自己修了 那你知道他的密码吗 我不知道 我不需要知道 我老婆嫌弃两母 我不需要 没有东西秘密给我去查的 我不一样 然后我那个 可是他只要把电脑那个电线拔走了 他完全没有通电 当你拔掉电线 他说为什么每次电线都要拔走 他不会生气吗 总有个说法 例如做研究要换一条新电线 总是被人家 我们家财务系统会被入侵怎么办等等 反正安全感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 就过去讲这种一个 你能不能生活在一个被监控的系统 要是被监控呢 这个就更有效率 一切更有效率 但是呢 代价是呢 你要付出 其实现在他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呢 好像这个哲学还没跟上 就是你怎么解释 怎么判这个三观呢 以后怎么看 比如说现在看这个隐私的观念呢 会改变 你别看今天咱们这么重视隐私 我现在就猜啊 会不会有一天再过多少年呢 人们不觉得这个隐私有什么多么重要 现在小朋友应该也都不介意隐私这件事 我记得我们好像也在节目上说过 就是现在小朋友 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在网路上的 所以我觉得也许在他们在当道 或者是他们开始进入社会之后 他们就会觉得隐私不重要 你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哲学叫数据主义 数据主义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变成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 那么这个数据啊 它可以让你人类社会活得特别有效率 但是条件就是你让它监控你的一切 你的email 你的什么什么这个危险什么的 就是你的便利性交换你的影 就最后它比你啊 更了解你自己 它帮你做出建议 提供咨询